刚刚的这个Sample稍微做一个改写 刚刚是只有传参数过来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件 就是可以把这个地方 再加上一个关键字叫return 一般的话在那个Jama里面一定都有return 方选的话 那把这个值return回去之后的话 就可以接收到 所以呢我利用这个地方 方选前面理论上应该加一个return return之后由reload去做接收 最后的话呢 alarm再把这个结果把它输出去 这个结果就丢到这里 那这边的话呢 我稍微把它改写 那把刚刚的程式稍微做改写的话 基本上你们可以把刚刚的这个档案 把它复制之后再贴回去 再把名称 我习惯是用这样做版本管理 然后贴上去之后的话呢 再做一个这个改写 那本来的话呢 这地方没有return 所以这里的话我是把它基本上是 在这边加一个return 这边加一个return 然后基本上在这边 我名称是用f啦 这样会看起来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或者用reload也可以 然后接到之后的话呢 它return回来的值 就会丢给f 由f去做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位置也不一样 alarm的位置呢 就不能够在function里面 而是在function的外面 当return回来之后的话 就可以去做后续的处理 OK 要把画面还给各位试试看 基本上 你们无论是写java的程式 或者是选android的程式 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类似的写法 就是会写成一个function 去做后续的处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